没有任务就没有报仇 我是赏金猎人雪凉 进错了本来想翻牌了 看见这几个人围着我 我人都是懵的 不过这几个队友貌似还行 可以打打看看 呀 刚说完就倒了一个 让我看看罪魁祸首在哪 热成像就是好 倒了 就醉了 又看见 小菜一别 啥时候过来的 完全没查 没事 我还有三个队友 问题也不大 我还有两个队友 这啥呀这是 因为后面突然出来个人 直接就导致团灭了 nice 除了甲全没了 一下损失几百万 这把单牌吧 掉点装备不算啥 单牌分分钟就转回来 信号枪好平 这把要大转各种 不行 走你 我脚 偷袭也就算了 很正常 关键秒我就不正常 六级套有那么脆吗 我打别人的时候咋没发现呢 得 又掉个头 这个出生点是真不错呀 真不错 下面请看我投资 请开始你的表演 这就死了 没事 这才第一个 是谁恭喜我呀 带笔呀 耿地了吧 不行了 魔众又找上我了 一死就超级亏 杀人却啥也不掉 哼 如今之际 只有辐射区才能保底 只要不死就稳钻不排 慢着 地铁里有人 走过路 我不要错过 说不定这个就很 闯到闯到 来晚了 有人在了 你说是因在这里等他过来好 还是主动去找他好 弯道的箱子都被开了 小怪也被清光 正好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摸过去 就在图书馆里面 还是等他出来吧 终于出来了 等的我好苦 什么情况 他怎么一直吐吐 都不用换子弹 狗杂不可能有那么多子弹 莫非又是什么新鲜的八哥 一根金条都没有 都被他放保险箱了 唉 真狠啊 连二楼都被开没了 那我岂不是啥也捞不着了 想不到吧 这边还没开 可别小看这么几个箱子 万一是金条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也不要求太多 两根就行 不过分吧 拜托 一根金条 哇 nice 这就对了 继续 再来一个 漂亮 还有没有 没了 差点忘了 这还有个武器箱 能不能来个绝杀 也不是不能用 也不是不想带走 关键背包装不下了 就开了这么几个箱子 应该赚不了太多 150万 还不错 如此一来 不知道能不能抵消之前的损失